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翔哥 今天小翔哥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的小玩意了 就是这个纯烟 这个纯烟好像最近在网上好像蛮火的 然后它是北欧那边非常流行的一种 就是直接放进嘴巴里面 然后直接摄取尼古丁的一种新型的一种吸烟的方式吧 然后网上还有宣传说对于戒烟也有效果 那么对于我这种吸烟而且并且想戒烟的人 我看见这个我是感兴趣的 那么在拍摄这个视频之前呢 我也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纯烟 然后我看见已经有一个人拍摄这个视频 然后我看它的反应比较强烈 就是可能它放了有十来分钟左右吧 它可能直接就恶心的直接就呕吐出来了 所以待会我在试这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稍微有点不适应 我就想要把它吐出来了 因为我不想当着观众的面呕吐出来 我又不会打马赛克对吧 那如果呕吐出来 那搞不好会取消关注 然后为了我的这个人生健康着想 我也在网上搜索了很多这个通验的资料 那么它是据说呢 是比普通吸烟的危害要小 因为它没有燃烧的那种的烟的那种物质 我又看很多人试过这个东西的人 他们又说反应会很强烈 刚放进嘴巴里面就受不了 感觉就像比吃槟榔还难受 就是往上顶灰 然后四肢无力 碳软无力 然后会让人呕吐 可能有三四个小时都还没缓过什么 所以在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之前呢 那不管是小孩还是大孩都请勿模仿 好吧 废话有点多 废话有点多 好的 那我们废话不多 我们直接开始 因为为了体验这个产品呢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已经没有抽烟了 所以我想试一下这个 到底能不能够对戒烟有一种很好的效果 如果有的话当然是最好 如果有 然后它的危害也比抽烟的危害小 那当然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这个样子 哎哟 你打开有一股很清凉的薄荷的味道 嗯 很清凉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仔细看一下使用说明书 打开包装取出一袋 然后将它夹在上层和牙蝇之间 不要咀嚼 不要吞咽 大约保持20分钟至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将它丢弃即可 OK 就 就是这一小袋 我感觉很凉啊 我手摸着都感觉很凉 把它放在上层和这个牙蝇之间 嗯 一放进去我就觉得味道很浓 哇 这感觉很大 哇 好痛哦 啊啊啊 啊 我感觉上层被火烧一样很痛 还保持20分钟至1个小时吗 我这2秒钟我都受不了了 哇 像火烧一样 放时间这么短是不是起不到效果 我觉得我应该再坚持一下 应该 我来体验一下 这个到底有什么效果嘛 对不对 还是很有感觉 放进嘴巴里面首先是有一股清凉的感觉 然后就是有一种被火烧被挣扎的那种感觉 这个伤层 就是伤层真的很难受 然后还在不停的蜂蜜拖叶 蜂蜜出来拖叶还有点咸 其他好像暂时还没什么感觉 感觉好像头脑好像突然有一点清醒的感觉 看东西好像比以前看得更清楚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我差不多已经放了二三十分钟左右 我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我之前在网上看他们觉得他们很夸张啊 为什么有什么症状都没有 有可能是我平时抽烟太多 如果不抽烟的人 是这个的话 估计可能马上就会呕吐 但是我不知道过几个小时以后 会不会有更强烈的反应 哎呀我以为感觉会很强烈 还害我担心了好一阵子 所以在刚刚我也摆科了一下 那么这个屯烟呢 对健康的危害是比吸烟要小很多 因为主要是没有肺部的危害 因为燃烧的物质会产生致癌物 但是这个依旧会有致癌物 那么会导致你的口腔癌 那么尼古丁在血液当中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所以不需要吸烟那样子频繁的使用 因为在拿掉之后 依然会有尼古丁在黏膜上慢慢的吸收 那么建议大家最好还是不要模仿 不要体验这些东西 因为它对身体真的有害 那么对身体有害的东西 我们应该强烈的禁止 保持你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 是最为重要的 那么对于戒烟呢 我感觉我还是想抽烟 OK 那现在就先到这里 如果待会还有什么反应的话 我再告诉大家好吧 好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已经过去两三个小时了 我还是没什么反应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机场 因为要借一下奶奶 然后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使用这个 它始终还是有危害 不过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夸张 没什么反应 还是有点失败 但是没有关系 那始终我身体没有这么难受对吧 所以我们下期见 在那边见 过来嘛 看注意车 我们也要下去 啊 要下去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